教育事业是国家大业,一个国家的教育关乎到国家的发展 我国近年来对于教育事业,教师待遇愈加重视 对于教师群体的补助和待遇不断进行改革和提升 教师人才一直是教育行业所大量需求的 所以,近年来报考教师资格证 想要成为教师队伍中一员的人越来越多 考到教师资格证后再考进编制 得到稳定的教师工作,是很多人的理想计划 但是,教师资格证到手后,只能用来考取教师编制吗? 教师资格证的用处可多招呢? 以下这三大隐藏功能,你知道吗? 如果不想成为编制内的教师 大可以选择去私人院校或是一些培训机构工作 如今正规的培训机构和私人院教对于教师招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拥有教师资格证是最基本的要求 教师们不仅可以享受一年为期三个月的假期 还可以在假期间出门旅游时出示教师资格证 享受一些景点的优惠政策 而且力度还很大哦